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热土 顺德 各位考生大家好 欢迎报考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我是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魏杰 2021年实行了新的高考 关于志愿填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改革以前一个志愿对应一所大学 改革以后一个志愿对应一个院校专业组 改革前一所学校有文科 理科 艺术三条头档线 改革后一所学校有多条头档线 有多少个院校专业组就有多少条头档线 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注意梯度组合 按照充文保的原则 特别提醒 改革以前参考学校文科或者理科的出档线 改革以后呢 考生应该根据自己所报的院校专业组所包含的专业 查看该专业组中所有专业往年的录取分数情况 再对照自己的分数排位 判断自己是否能填报该院校专业组 大家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 或是考试院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 查阅各个学校近三年来各专业录取分数线 本则充文保的原则 在设计志愿的时候要做好组合 充就是往年排名比自己高约30%左右的院校 例如考生排名一万名 可以尝试充报七千到一万名左右的高校 稳 往年排名与自己相当或者略低的学校 保 往年排名比自己低50%至100%左右的院校 例如考生排名一万 可以选择1.5到2万名左右的高校保底 这里要特别提醒 考生在填报志愿时 应尽量选择专业服从调剂 否则可能会造成滑荡 2021年我校夏季招生专业50个 分为顺德区内外两个不同的区域招生 其中只有10个专业现考物理 其他40个专业均对选考科目没有限制 少数专业对报考申请条件有要求 请广大考生到我校招生信息网详细查看招生简章 在招生信息网上大家可以看到 以顺德区外的理科专业 我校智能制造学院各专业为例 2018年2019年2020年近三年来 我校相关专业的录取分数和排位 均可在招生信息网上查询 根据平行志愿的规则 排位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打 考生在明确保底院校和专业的情况下 大课大胆往前冲 顺德学业技术学院双高院校欢迎您